我是 我并非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乔生 我是1949年生于马来西亚 1967年借做升学 来到台湾就开土地上 1971年在一个 墨西有来罪名之下 被当年的国民党的特务 锁定了 然后把我从台南带到台北来 经过两个多礼拜的 非常不人道的那个行求 要我承认当时发生在台南美国 美国新闻处的小小的爆炸案 要我承担起来 可是只因为我常常去承担 那个孔庙后面那个美新处 去看书 所有就被锁定了 可是这个案子后来是破了 可是它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而是由其他的人 像李敖、谢聪明他们承担的起来 这个案子虽然是破了 可是我并没有被释放回去 他认为 调查局的人认为他们面子问题 奖金问题 以及我们伟大的 县总统蒋公所讲了一句话 零个错是一百二不可放过一个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把我再锁定 把我送到警美看守的去 经过了五个礼拜的不闻不问 最后 他想出来一个更恶毒的方法 把我绳之以反 他就 在想起来真的有点 不知道怎么说 他锁定了我 说我在马来西亚 我十六岁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就参加了一个 不存在的一个共产党组织 然后邪命到台来 在十八岁不到十七岁的时候 来到台湾 企图用非法的方式 推翻中华民国政府 我达到左手实行的程度 在中国之下的话 我虽然是以 承知判断条例二条一 唯一死刑起诉 当我知道我被拥以死刑起诉 那段期间里面 我真的过得废人的生活 在等待判决那段期间里面的 我心里的精神上的压力 是压得我透过过去来 幸好我躲过了死刑 就是因为很多国际有人的援助 帮助 所以我没有被判处死刑 被判了十二年有去徒刑 十二年的牢育之灾 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从此 就绝望了 对人生就绝望了 可是在坐牢那段期间里面 我又幸好碰到了许许多多 曾经在牢里面 已经做了二十年以上的 所谓的政治受难者 他们已经在牢里面做了二十年了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做了二十年 从他们的身上里面 又燃起我的希望 看到这群人都没有放弃他们 对自己人生的希望 所以我又争取了我的精神 一直到我出来以后 我以为我回来以后 是我大开 我自己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 可是不幸的 我回来以后 当时我还是马来西亚人 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还是不让我回马来西亚去 他说 你知道台湾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不能让你回去 你只能留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可是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你只能留在台湾的身份证 你知道在那一段戒严期间里面 人如果是没有身份的时候 你没有地方可以去 也没有工作可以做 在这种期间 我就用尽所有的办法 在三年之内 我在好不容易的 争取到我的中华民国身份证 在那三年里面 我几乎过的是一个 无价者的流浪的生活 可是我还是撑得过来 当1986年我拿到我的身份证以后 我的人生才真正的开始 真正开始以后 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信念 我说 我不想再替这个国家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就把我自己锁定 我要好好地发展我自己的 我认为我的人生 我要赚取更多更多 让别人可以看得起我的那种财富 而我也做到了一部分 今天的我我非常地开心 我站在这个地方 我能够用我很多很多的人生的经验 告诉各位 那段曾经发生过台湾的 百事恐怖期间 不应该发生的 所有发生在台湾人身上的故事 这些东西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 跟陈先生所说的 在那个没有人权的时代里面 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今天我很有幸地 站在有人权的地方 可是现在的人权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认为还是不够资格谈人权这两个字 可是我很有心地 我被国家人权博物馆授予一个很大的任务 就是要我在任何场合里面 都希望借由我的故事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人权的重要性 人权跟平凡是完全是同样一件事情 你没有平凡就没有人权 你人权没有平凡也是空谈 所以我在今天为止 世界科大佬 其实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我们的陈教授 能够继续地带领你们这一群人 我也希望在陈教授带领你们这群人以后 你们也有所觉醒 能够把陈教授的理念 把它广快地发挥出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的是一个正义 我们正义是什么呢 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平衡 能够公平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 我常常我不知道这位赵子荣 赵律师 赵法官 有没有曾经参加过那时候 有三个营队到台北去上课的营队 我见过了非常多的法官 包括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院长 那个 立法院院 徐仲立 徐 徐 立法院院长 我也见过那个司法学院的那个 什么 毕什么那个校长 他们都带到检察官到那个地方去 其实我只有提出两个要求而已 每次他们来都是 很有心的都是我在导览 导览的最后 我只跟到这些所谓的法官 在职的法官 或者在职的检察官 甚至包括很多的调查局的人员 我只要求他们 你们以后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你们要利用你们现在的机会 要洗脱 洗缩 你们在 在台湾的人民中的那种不好的印象 我们台湾人都把你们这群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不好意思 我叫做恐龙法官 可是我是希望你们利用这个机会 你们了解了这个时候 曾经在那段时间里面 在检审不分开的期间里面 你们身为法官 你们没有权利去对抗所有检察官 这时候 现在已经不一样坐框之下 所以你们必须要利用你们的身份 你们的职责是什么 现在法官的职责跟检察官的职责 是完全不一样的 检察官我很钦佩他们 他们要用尽所有的方法去找到 所有所谓的那些 那个坏人所做的事情的证据 如果他拿不到任何的证据 你就没有权利去批判这个人是坏人 拿到的证据以后 你起诉以后送到法官 这就是法官以后的责任 法官应该是什么 法官的责任是应该要保护无辜的人 不是因为检察官送上来的起诉 所以你就认定他是做了坏事情 我一直强调 我跟喜忠议院长也好 跟很多的法官也是这样 他说 你必须要很谨慎的 再度的去认知 这个所谓的罪证是 证还是假 如果任何一个犯人 有任何提出的要求的话 您身为一个法官的职责 就必须要仔细的帮他去处理 让他觉得 这个检察官送来的资料够不够 送来证据够不够 起诉他够不够判解他 很有心的在堂 不管是院长也好 其他的法官也好 他都答应我说 他们会努力 找这个方向努力 最后到检察官来的时候 检察官带着很多群的人 因为检察官跟法官 常常会到检署里面 对不对 检署里面考核 考察 我说你们到那边考察什么东西 没有 我们就去走一走看看而已 你看到什么东西没有 他说他们都 只是在乎的就是 这检署里面吃得好不好 穿得好不好 过的日子怎么样 我说你们错了 你们到这个地方去考察的时候 应该注重什么地方 注重人权的问题 我身为一个人 在任何个地方 甚至我们犯了罪 在金牢里面 我们都还是保有 我们存在的基本的人权 所以你们要到那个去考察的时候 你们必须要把人权放在第一位 如果有所谓的人权 那些人权放在第一位 我们也认为 因为我们的政治受难者 都被互列了 他们用各种方式来 来凌涉我们 来贬低我们的人格 贬低我们的身份 这个都是不应该的 我说我在想强调 我在想强调 你下次去的时候 你要把人权 人权就是说 你必须要问很多的受刑人 在他受刑的期间里面 有没有受到任何人的 那个所谓的霸凌 同样的是犯人 你其他任何一个犯人 都没有全力去霸凌任何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说 你如果是被霸凌以后 上面的那一所的长官 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 你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件事情 他们说是 我们以后的 他们会 我没有能力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有条件 我有机会 跟这些人面对面的会谈 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刚才陈教授讲到的 我还有一点点时间 刚才讲到的是 在7月7号 今年7月7号的时候 在所谓的以司法的方式来平反 来设效我们的罪行的时候 我当着现在的小英总统的面 当着很多的法官面 当着很多的长官面前 当着很多的自己的面前 我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 我说 今天在这个平反 不义平反那个当日 我在那个名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 我应该很开心 对不对 我应该开心 我的罪已经被撤销了 可是我一点都开心不来 我这样一句话 我说 总统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一群人在意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这群人根本在当时候都没有任何的罪 而被以一指的判决书把我们关押了起来 既然我们身体 我们并不 不拥有任何的罪 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站在这个地方 要接受所谓的司法的撤销我们的罪名 我何来罪名 我们没有任何罪名 希望总统要好好的 希望能够做到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的只是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真相 真相在出总会里面 他没有办法跟我们要到这些东西 可是我希望在有限的将来 我们能够带着圆满的答案离开这个世界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政治受难者 都带着愿去 带着失望离开的这个世界 我希望以后任何一个人离开 他能够得到 他想了解真正为什么当时他会被判决 为什么会被抓起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很期待在我们有事这年 有所有所谓的真正的家孩子出现在我们面前 可是今天台湾这个社会上 到今天已经是2019 趕快就2020了 都没有任何一个 一个所谓的嫁害者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非常的失望 我说今天你们应该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权力 你们已经完全执政了 为什么找不到一个 任何一个嫁害者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说声对不起 这就是我们所在意的 我们并非在坊间那边所想的 我们出来讲故事是为了利益 是为了取得更多的人大的利益 或者是想制造这个社会都不安定 或者是族群上的斗争或是废 你们错了 我们要的很简单 就是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真相 一个就是希望有任何一个嫁害者 我们也知道那个头头 所谓的陈教授所的A跟B已经无法出现了 还有C跟D还可能有些存在的 我只希望他们任何一个人出来 能够在我们的面前很肯诚恳地跟我们说 告诉我们当年他为什么要违背良心 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人都有良知 人到最后的时候都会 都会说出他心里面的话 我只是希望这样子 希望你们好好的考虑考虑 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 赶快帮我们做 替这一群人好好的找出 一个所谓的嫁害者 哪怕只有一个或是两个 我们都会很放心 我们都会感谢政府 不要用一纸做什么回复你的名义 有了没了那都是假象 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我的故事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многие 谢谢大家